一连梦露,虽然她离开我们已经不十年了,但是她的魅力依然不减当年,成为众多明星模仿膜拜的偶像。 梦露一生中最大的不幸是,她无法生儿育女,以及她与蕾球明星乔迪玛吉奥的不幸关系。 1954年,梦露与迪玛吉奥结婚,但一年后两人的关系就破裂了。 米拉克尔在给苏富比拍卖行的说明中,仍坚持认为这对分手的夫妻会迫近重圆。 1962年8月4号,美国最著名电影明星玛丽莲·梦露死在了她位于洛杉矶的公寓里,周年36岁,死因是过量服用安眠药。 从那以后,梦露之死就一直被各种阴谋论所包围,有人说她并非自杀,而是死于肯尼迪兄弟或美国联邦调查局之手。 因为梦露知道了太多的白宫秘密。 据悉,FBI关于玛丽莲·梦露的文件有数千页,但至今解密的文件仍然不到200页。 FBI称,梦露的相关文件和国家安全有关。 6月18号,好莱坞电影中出现的一些标志性华服和道具将在美国进行拍卖。 这些拍品的收藏者是现年79岁的影星戴比·雷洛兹。 她不仅是好莱坞的老牌女星,也是著名的收藏家。 此次拍卖,雷洛兹将拿出300多件藏品,包括玛丽莲·梦露在《七年之养》中的经典白裙, 以及在《绅世爱美人》中的红色亮片礼服, 朱迪·扎兰在《利爷仙宗》中的红色高跟鞋, 《澳大利贺本》在《窈窕淑女》中的黑白礼服, 朱利·安德鲁斯在《音乐之声》中的毛衣, 伊丽莎白泰勒在《埃及艳后》中的皇冠, 巴巴拉·史翠山在《你好多利》中的礼服, 卓比林的礼帽等等。 其中最贵的当初《玛丽莲·梦露》在电影《七年之养》中那条随风飘起的白色连衣裙, 估价约200万美元。 一直以来,黎洛兹的新院士建立一个好莱坞博物馆, 但是经过努力没有实现这个愿望, 对他来说,拍卖这些收藏是一辈子最难的决定。 梦露生命将近的时候, 他曾在私人心理医生拉尔夫·格林森处说出自己的心声, 对话备用磁带录音。 从和梦露一起在影片《惠星美人》合作过的女星塞莱斯特·霍尔姆也从对外透露, 梦露的性取向问题是由于他多难的童年阴影造成的。 梦露一直迷恋演员贝蒂·格莱博, 他一直跟随贝蒂,向他学习并且模仿他做过的所有事。 当时,贝蒂和哈里·詹姆斯拥有幸福的婚姻并育有良语, 贝蒂并没有任何同性恋倾向, 但他表示他能理解梦露并且很同情他。 在磁带中,梦露也承认了自己的双性恋, 熊·克劳夫有过一段成熟的女童关系。 他说道,我们一起进了穷路卧室, 他交给我远的固执演技。 玛丽莲·梦露相消欲损40年后,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首次公布了梦露少女时代的清纯照片, 令梦露影迷们一保掩护。 当梦露还是个19岁的普通女孩时, 一名叫安德烈·德迪耶娜的摄影师慧眼时中了她, 为她拍摄了数千张照片, 其中多数都不曾与公众见面。 梦露传记的作者布拉德利·斯蒂文斯将于今年稍晚些时候, 出版一本题为《梦露的早期年代》一书。 他说,梦露的这些尚未公开的私人信件将促使人们重新评价这位女演员。 她是一位比大多数书中叙述的都要快乐得多的女人。 斯蒂文斯说,我们也许需要改变对梦露的看法, 她实际上是一个更富有人情味的女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